领国家工资的十位明星 前九位得一双星时至明归 他却保守争议 第一位就是成龙 国家一级演员 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 他不仅是一位国际巨星 在演艺圈也是很有地位的 他不管是演的电影 还是影响力 成龙都是毋庸置疑的 相信很多观众 从小就是看着成龙电影长大的 而且现在依然是成龙的粉丝 他也凭借很好的表演以及影响力 获得了好莱坞的终身成就奖赞 而且在早些年间 成龙就已经被评为了国家一级演员 还享受国家给他发的工资 这也是成龙英勇的代表 二位就是冯巩 国家一级演员 也是春晚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春晚上的表演 也让大家非常喜欢 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国家一级演员 他幽默风趣 表演卖人 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而且冯巩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也享受国家每个月发的工资 这么优秀的 横拱拿着国家的工资 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第三位就是李雪剑 国家一级演员 他出道至今已经有四十年了 也是拿奖拿到手软 什么白玉兰奖 精英奖 飞天奖等等 他都不在话下 但是他非常地低调 他是认真的演戏 而这些在浮躁的娱乐圈 能做到真的是太难了 李雪剑老师 就是这样一位 得益双心的艺术家 在演戏上 也是孜孜不倦的 这一句行动 而且李雪剑老师 还是唯一一位 获得改革开放 杰出贡献者的演员 能拿到国家工资 也是受之无愧的 第四位就是陈道明 国家一级演员 相信说起 陈道明大家就已经非常欣赏 作为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 他给我们带来了 无数经典的作品 也是创造出了 许许多多经典的角色 也是获奖无数 是个得意双心的老戏 在娱乐圈的地位也是很高 人品也是值得尊敬 所以他可以得到国家任务 拿到国家工资 也是受之无愧的 第五位就是陈宝国 国家一级演员 他的演技相信大家 都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他每次出演的 都必属精品 也留下了非常精点的作品 也是各种奖项 拿到手软的一位 实力派演员 可以这样说 国内演员的奖项 他都拥有 而且他对待演戏事业 也十分的认真敬 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实力 演技 才能得到国家的认可 当然也是当之无愧 拿国家工资的人 第六位就是李又斌 国家一级演员 他在年轻的时候 不温不活 却在中年突然火了 被许多人认为是 大气晚成的演出太阳 他就是凭借一步 亮剑 火遍全国 后来也塑造过 众多英雄形象 他塑造的角色深沉 激励 有诚 有血 也获得过多个影响的奖项 还被评为优秘 我只能从中 我天下的歌 是一场 第七位就是周星驰 国家一级也 他在娱乐圈中 算是一个传奇的人 她是开创了 游离头喜剧的开创者 她也为喜剧的发展 做出了不可活灭的贡献 在娱乐圈里 就流传着这样的剧 十年一年 百年周星驰 足以见得她在娱乐圈中的地方 她的实力和贡献 也是得到了所有的贡献 周星驰 推动了中国喜剧电影的极大发展 被认为 中国的查理作品 所以她可以拿到国家的薪水 那也是当之无愧 第八位就是李明启 国家一级演员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 应该不是什么 但是如果看到这张脸 大家就再熟悉不过 李明启曾因为 容嬷嬷这个角色 而被许多人应了 当然这也是 对她演技的肯定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的 她生活认真 工作认真 而且为人十分的定人 她是铁路文工团的艺员 在退休之前 就被中国铁路文工团庭 为了国家一级演员 自然而然 也享受国家每个月 发工资的待遇 第九位就是六小林童 国家一级演员 本名张今来是中央电视台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 而且 六小林童 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西游文化研究副会长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美猴王 当年的一部《西游记》 也是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留下了经历 后来 虽然有很多个版本的孙悟空 但是他的孙悟空 还是无法地超越 甚至 后来一直被模仿 可以说是堪称教科书 六小林童理所当然 成为了我们敬佩和喜欢的演员吧 自然享受国家每个月 发工资的待遇 第十位就是王妃 国家一级演员 作为乐坛天后的王妃 在歌坛自然也有着 举足情重的地位 她也有着很多 筷智人口的歌曲 她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那是无庸置疑的 王妃也是首位登上美国 时代周刊 封面的华人歌手 她也是众多的国家一级演员 唯一一位以歌手的国弦欲准 同时也拿着国家薪水 因此也争利颇多 所以有很多网友都不是很赞好 因为前面几位可以拿到国家薪水 自然是做出了自己的故事 但是王妃只是一名歌手 她怎么会有如此说的呢 那么大家觉得 她有这个资格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